學生意方面的影響會不會都很大 其實真的各行各業 每一個人都受到影響 就算不是做生意 不是大人 甚至乎小朋友都受影響 沒有得上學 說回我自己本身就是有洋酒代理 這方面的生意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你沒有人出街 餐飲已經是 譬如酒吧不給供給酒 其實在初段的階段 我們公司已經想到有什麼辦法去自救 例如說促銷 例如說我們只是賺很少 基本上我們差不多等於半價買給別人 賺真的很少 其實酒呢 我覺得是 譬如在疫情期間 我很多朋友都會買酒回家喝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譬如沒有公開 有經濟壓力 一定會有些焦慮 或者情緒會有些少許低落 其實喝少許酒 當然不要喝大醉 其實是令到你自己是一個減壓的方法 其實在各個月之前 我們都開始做了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會叫朋友來 我們公司有一個品酒 會是完全免費的 他們想喝什麼酒我們都會開給他 他試了之後 他喜歡的就買 不喜歡也不需要買的 我們會有些小食招待他們 其實反應非常之好 每一次基本上都有差不多53百人來的 最高那天都錄到有六七十萬的收入 即是一次性的買酒 但現在限制 這個酒 沒錯 變成我們會在酒 因為我們還有門市 這裏也是當作門市 北角也會有 更加會是一個優惠價錢給大家 但有沒有說最差哪個月會試 可能只剩下的生意 剩下的影響 那個percentage都幾大 其實除了疫情之外 之前社會運動已經開始受影響 加起來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這幾個月就更加厲害了 最低落的厲害 都是在三個月之前開始 即是一月尾開始開始 因為疫情越來越嚴重了 大概初步現在知道 頭這四個月左右 即是三四個月左右 虧了兩個月 虧了兩個月 有沒有大概的額已經多少 大概的額 其實都是六位數字的 那邊對你影響有大不大 很大的 其實之前已經受影響了 不是單單政府說要 明天開始三十歲日 在疫情一月份開始 其實大家都 我們看到客人來的數量很少 只有平時一半 我們一月開始 其實已經開始將那些美容師 一半就是放有薪假 即是怎樣說 停薪留職 我們輪流 也不會說完全不給的 即是給一些 我們不想炒人 希望可以和他們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會不會說現在都在教職速 他在捱 是的 上月開始已經在教職速了 是的 還有我自己其實在去年都因為各方面的 比如說社運動等等 我其實都考了保險牌 因為我覺得做事甚麼都要多元化 還有好像保險牌一樣 去年開始已經要中學會考 好像起碼都要五科合格 我最怕再不考 可能他要大學畢業 我不是大學畢業 他的門檻越來越高 所以我就考定 在這個疫情當中 人家會意識到一些健康 保險會有多人買的 我自己其實一直都是 那一段迷雨籌謀 因為我第一份工作是做空姐 所以我覺得保險物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時我家人都很擔心我做空姐 高危的 什麼人壽那些我都會買很多 意外等等 還有譬如說我經常要飛來飛去 醫療各方面我都會買很多 儲蓄都是 因為我自己不是說 有什麼可以留給三個兒子 但今時我什麼都走了 起碼都有保險留給他們 所以這一方面 我一直以色都是很高的 要未遇沉迷